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错 盘中就直接预告 压力结算 而且那个时候明明就是在 最高 那你为什么知道 我为什么知道 如果你有看我盘中连线节目 因为至于这样讲代表他有看我盘中连线节目 为什么知道 这个突然回答不出来 因为主力心太空 而且我今天是预告说 从11点半到收盘 全部bear time 那很多老师什么 bear time是什么 空方时间 我今天用比较平顺的英文 去跟大家做报告 bear就是熊市 對 bear time就是空方时间 可是我跟志愿 逸华 我跟逸华联系的时候 我没有讲bear time 我讲空方时间 所以如果说你还看不懂 我真的没办法 我们等一下都有证据 所以是主力心太还是空 对 主力心太空 所以就变成最后压下来 不是 是我说主力心太空bear time 所以压低结算 压低结算 压低结算这四个字 我讲得很清楚 讲得很明白 是喔 对的 那明天 你们可以看重播带 那明天 那我忘了啦 3D财经台没有重播带可以看 你可以看YouTube 没有 你们3D财经台盘中连线的话 就只能看当下 盘中连线没有 对的 所以要大家准时看 当然要准时看 尤其像 不是 你盘中的过程 有什么好看重播的 没有没有 更重要的重点是说 从我连线时段 依照收盘都要看 尤其是一点钟 是我们可爱的 可爱的来来再一遍 那我讲 明天 明天 明天时间先多后空 你不要告诉我 因为我知道今天尾盘 收在最低的低点 那每一个都跟你讲说 明天要跳水 因为今天外资齐线 或同步障碍卖方 如果所有的事情 有这些亡人生的这么简单 就不叫做市场了 你都是市场 有点是出乎意料之外 来再一遍 一开始的时候 治愈讲得非常非常好 我请问各位 今天我在连线的时候 我告诉你压低结算 我说真的 打死你都不会相信 为什么不相信 因为昨天我们看到 外资买了4000多口 那为什么昨天 外资买了4000多口 来等一下慢慢跟大家报告 那基本上 又回到了这一张 最原始的字卡 我说你今天 你要反败为胜 你要十拿九吻 你要把你过去书的赚还很简单 你到底有没有办法做到 one step ahead 还是你永远都one step behind 就像你看到外资买了4000多口 那就one step behind 叫做标标准准的看图说故事 来宽度举例 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我在节目当中 我就很清楚跟大家预告 心态它已经有空转多 上个礼拜我除了跟大家预告 心态有空转多之外 我会不会跟大家预告 周线维持第二个礼拜都是红灯 我会不会跟大家报告 我说礼拜一只要开低 因为周线红灯 它会有一个所谓拉的 一个所谓力道 结果预告完之后 礼拜一台北股市 因为周线红灯 外加主力心态 礼拜一还是个标标准准的多 所以礼拜一有没有拉出一根 扎扎实实的残红K棒 好 那你说拉出一根 扎扎实实的残红K棒 就如同刚治愈所问的问题 那为什么今天会压低结算 来看一遍 这是今天11点03分32秒 我们总算等到 易华妹妹她已经回来了 那我请问大家 在这一张三立财经牌 盘中的连线图卡 我有沒有预告主力心态 已经有多转为一个所谓空 我们预告11点半到收盘 全都是一个标标准准的空方时间 那为什么你是需要知道主力心态 很简单 因为我连线的时候 那时候台北股市还涨了7点 就中场下跌29点 这样一来一晚差了35点 有没有感觉再变 基本上我希望说 如果投资朋友 你们真的要赚钱 你要了解人家主力作手的工具 如果说你还沉醉在KT MA CT 外资今天买 外资明天卖的话 我告诉各位 你真的不要再做了 从哪里跌倒 你就千万不要再爬起来 因为我说过了 主力作手的操作 还是架构在架格的观念 包括周线月线关键价 包括一个多口主力心态 那你要了解 我们是如何借由主力心态 借由周线月线关键价 去掌握千点的一个所谓波动 快速回顾 快速回顾 从10月18日到10月25日 270点上涨 每天预告主力心态多 你可以去看YouTube的重播带 来到10月26日 跟你预告主力心态 已经有多转为空 结果从10月26日 每天跟你预告 跳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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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口气跳到11月4号 就来到11月4号的时候 我跟你预告主力心态 有空转多 就有没有从11月4号 礼拜五 11月7号大涨 11月8号的时候 我跟你预告多单 全部出掉反手放空 我只要请问各位 一个很简单的逻辑 在11月8号的那一天 也就选举前 最后一个交易日 有哪一个老师 有哪一个老师 敢带会员去放空 你不是告诉我 希拉委会当选吗 可是我 有没有在11月8号那天 斩钉结底跟你预告 主力心态 已经有空 有多转空 但同意从10月18号 到10月25号 这一段270点 再从10月26号 一口气跌到11月4号 这一段又跌了300点 再从11月4号 空单回补 白手做多 一口气到11月8号 这个行情又涨了176点 那如果你没有主力心态 我讲坦白的 今天我们的节目 对你们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 因为很简单 你老早在11月9号 川普当选的那一天 你就已经断头恩赐了 同样11月10号 台北股市涨了200多点 我有没有跟你预告跳水 有吧 11月11号台北股市真的跳水 我在11号跟你预告11月14号 台北股市会继续开低跳水 结果预告完之后 这一段有没有再跌了300多点 这是为什么 我一再跟他有强调 差一天真的差很多 结果当台北股市 这一段又跌300多点的时候 不是大家告诉你 川普当选之后 所有的钱都要滚回去美国 不是大家告诉你 季限跟半年限出现死亡交叉 台北股市要大崩盘 要跌破7000 要跌破6000 告诉你股票全力放空 期货全力放空 选择全力买卖全 结果当你在全力放空 大卖空的时候 麻烦你真的真的 把重播带掉出来 来到11月15号的时候 我在节目当中 我有跟你预告 主力心态已经由空 转为一个多 甚至于那时候 我跟你报告的时候 你也说我是笑的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外资卖超 不管包括200亿 不管包括120亿 不管包括70亿 他是每天站在卖方 甚至于在上上礼拜四的时候 我有没有跟你预告 杀到一个所谓 周线的关键架 那如果说连这个东西 都不懂的情况之下 很抱歉 你做空也错 你做多也错 所以说我请问大家 很快我从10月 从10月18 一口气回顾到上上个礼拜五 你有没有得到 一个所谓完完整整的验证 所以说基本上 我苦口薄心 我麻烦大家一件事情 很多人参加了太多头顾老师 使用太多的一个所谓软体 那我讲坦白 大部分的功效 应该说99%的功效 都没有如同你预期 像这么样的好 那我今天我给大家 一个非常小小的要求 你今天你要选择 我们全方位360 不管是带枪投靠 或跟我操作 你千万不要因为 你每次搜寻金城武 就跑出谢文照片 就跑来找我 你今天你一定要先验证 先验证 先验证 那我请问各位 全台湾能让你事前去做验证的 就只有我谢天谢地谢文 就好像今天盘中 我跟逸华连线的时候 我有没有预告压低结算 就像上个礼拜 我有没有预告周线红灯 外加主力心太多 就好像昨天收盘的时候 我跟志玉在连线 一开始志玉问我的时候 志玉啊 我有没有预告跳水 我有没有预告9199 有啊 真的跳耶 怎么会这样 9199一开始还命中 你怎么算的 诶 诶 丢乌龟壳 丢乌龟壳 那你要拿四个乌龟 不止四个乌龟 做排列组合的话 是C10 C10 然后再4 C的代号叫什么 我忘记了 数学公式啊 C10再4 那算出来排列组合 应该有高达4800多 真的喔 对啊 我就是要养4800多只乌龟 在那边甩来甩去 我请问各位 再一遍 我有没有给你事前的验证 包括三立财经台的盘中预告 包括我跟可爱志玉 在5点到5点半的一个所谓预告 如果你真的 你看你们感冒都好了 我现在真的 我感觉到我好像是那一种 怎样 无敌铁金刚 不是无敌铁金刚 所有人的SIN S I N 不要想歪了 所有人的错 我感觉我好像神父 都是我在承担 那如果你得到一个所谓完整验证 我还是老话一句 差一天真的差得非常多 快速回顾 上上礼拜五 至于跟你讲 不是我跟你讲的 至于跟你讲周线红灯 我请问各位 如果你没有主力心态 上个礼拜一 9点23分 你没有主力心态 你搞不好你的软体还请你放空 这是上个礼拜一 日过得非常快 那同样上个礼拜二 当在9点18分 形成了一个所谓M投的时候 我请问大家 你的软体是不是叫你放空 那只是事后之后 他会跟你讲说 他的多单大转 因为放空的一个所谓讯号不见了 反而变成买进讯号 多单的一个所谓大转 可是如果当你拥有主力心态 上个礼拜一主力心态多 礼拜二主力心态 还是个飙飙准准的强多 没错吧 所以礼拜收在最高高点 礼拜三在12点35分 麻烦你都可以问我的会员 我们是不是持续做多 直到上个礼拜四在10点55分 我预告心态 他有多转为一个所谓空 那我请问各位 为什么你是需要在第一时间 拥有一个所谓主力心态 很简单 第一件事情 我在上个礼拜四 我跟你预告主力心态空 你说老师 那为什么礼拜有主力心态 有空转多 很简单 11月25号 这个高点跟11月9号 这两个高点构足一条下降轨道线 当然来到这个下降轨道线 上个礼拜四 主力做手 他选择他先获利了结不行 行嘛 可是我在上个礼拜四 有没有跟你预告 我说礼拜五的周线的一个所谓关键下 你要特别特别留意 那为什么你是需要在第一时间 拥有主力心态 跟今天一模一样的道理 如果你早一天能够拥有主力心态 你可以直接把主力心态下载在你的手机 你只要你的手机可以like 可以facebook 可以打电话 除外 你就可以符合下载我们APP的一个所谓软体 那如果在今天你拥有主力心态 你会看到吉拉跑去追 买在天花板 结果尾盘被压低结算 然后多单停船在反手放空吗 因为今天所有的软体 跟你赌一把 告诉你明天跳水 那如果明天跳空开高 他又告诉你说 他的软体在昨天是做多讯号 这是为什么你是需要在第一时间 拥有主力下 因为当你拥有主力下 我请问各位 不管包括上个礼拜五 不管包括今天 不管包括上个礼拜 都是一模一样 上个礼拜五在9点30分 麻烦你去问我的会员 这个急杀的时候你在放空 我却告诉我的会员 主力心态是个飙飙准准的多 这是为什么昨天礼拜台北股市 拉出一根红K棒 而当主力心态有多转空 今天台北股市压低结算 最主要的原因 那我请问大家再一遍 这个是今天你所看到台北股市的 一个所谓江波图 我请问大家 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 一个所谓做法 那我只能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 我比一般投顾老师 我比较厉害的地方 就在这里很简单 每一个投顾老师 他都有盘中连线 没错吧 每一个投顾老师 他都有盘后节目 那你有没有觉得 投顾老师来到盘后节目之后 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厉害 就是有办法买最低卖最高 我举个例子 这是今天整段的一个 所谓走势图 我请问大家 今天有没有很多老师告诉你 这边他放空 这边他做多 这边他放空 这边他做多 这边他放空 结果尾盘杀在最低低点 那你要知道 很多带枪投靠的人 他遇到状况是什么 都把是等跌 这一大段跌30点之后 然后这边才出现了一个 所谓的放空讯号 那我请问大家 方向很明确 很明确 就是放空 可是已经跌30点了 都把是等涨了30点之后 地板才会出现买进讯号 结果呢 结果呢 根本连最基本的接战的勇气都没有 所以说 如果你要那些移老卖老 连接战勇气都没有的 那你就去吧 那我的做法 我的SOP很简单 今天开盘主力新太空 而且你要了解 主力作手95%的时间 他一天就只会有一个方向 他可不是头顾老师 就好像从10月18日到10月25日 270点 你可以看到 我一下多一下空 我一下多一下空 你这样子赚得到钱吗 那都只是投过老师的话数 让你感觉明年的1月27日要 要除夕了 要赶快赚钱 那都只是话数而已 今天9点25分 这个沙滴在网上积拉 你的软体不是有买讯吗 我会不会告诉我的会员 主力心态是一个标标准准空 所以说基本上 我要强调一件事情 第一时间 擁有主力心态 第一时间知道主力作手 尾盘到底是做多还是放空 很重要 而这一切的种种 都在全方位360裡面 那为什么叫做全方位360 我在节目当中 我也解释了不厌其烦 因为我今天我除了要给你语吃之外 我希望说你能学习到 这么重要的一个所谓 主力作手的一个所谓操作技巧 就像我请问大家 你们都说台湾波动性好小 你们都说台湾没有量 那没有量为什么今天在高点的时候 我能在11点03分26秒 预告今天会压低结算 那不是重点 重点就在于说主力作手的操作逻辑 如果说到现在你还搞不清楚 你真的不要再做了 我拜托你真的不要再做了 为什么我希望同学们 去学习主力作手的操作示威 好啊 你说台湾不好玩 那你要看多少是对账单 你有空真的到我们FB不公开社团 里面有满满的对账单 里面有满满的一个所谓捐款的 一个所谓收据 甚至于连FB的不公开社团 名字我都不知道 你自己去查 你自己去申请加入 看你要花多少时间你才能够加入 我们怎么做到的 有评有据 这上个礼拜上个礼拜不用看了 跳到跳近好不好 这是昨天对不对 你说台湾很无聊 可是你要怕说操作美国的话 晚上不用睡觉 那我说你可以找跟台湾平行的商品 那就好像香港指数 他可以从早上9点15分 一口气交易到什么时候 交易到凌晨凌晨凌晨12点整 你看我的 我的这些会员 学员多么样的优秀 多么样的优秀 多么样的优秀 好啊 老师 这是昨天的嘛 都过去世了嘛 越赚越多 到昨天变1万块港币 老师 好久没有做一下美国 自己看 自己慢慢看 老师 这么多怎么看 那直接看答案好不好 你就照相起来 你慢慢看 直接看答案比较快 75块美金 225块美金 330块美金 225块美金 有没有够清楚 有没有非常非常清楚 再到今天 也都是一模一样 等同于 当你学会主力做手的 一个所谓操作技巧 你自然就能了解 主力做手的 完完整整的操作模式 那我请问各位 我的会员 我的学员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拼 因为他们心中 跟我存在共同的梦想 我们除了赚钱之外 我们要懂得去帮助 社会需要被帮助的人 我请问各位 我在乎一粒一休吗 我讲坦白 这不是我冷漠 我根本不在乎 什么多元成家 我也不在乎一粒一休 我只知道台湾有需要 被照顾的人非常非常多 那每个头部老师 都说他超级准的 真的一起来布施 不要只出一张嘴巴而已 那这个会员 我是非常非常感动 至于啊 这个长得很帅 我每次都跟他说 我忍得这样跟他说 人长得帅更真好 可是他帅之外 他的心肠也是非常非常好 他只要有赚钱 他可以每天布施 小赚小布施 大赚大布施 人家就是不断的布施 因为他知道说 台湾有太多需要被照顾的人 而这群人 你们真的把他当 你们把他当人看吗 你们把他当隐形人而已 这是为什么 我们提倡的 你借由你的布施 台湾亮起来 台湾会越来越好 那我请问大家 我们的总捐款金额 早就已经超过一百万 可是我的一个所谓的目标 我是希望说 到明年六月的时候 看我们能不能募集到一千万 那我请问各位 要募集到一千万 所有的压力都在我身上 我的会员 他凭什么要捐钱 他凭什么捐钱 如果说你今天这个老师 永远就只是空气单 拍摄 我点名到你的老师 你的老师 永远就只会凹单 那我请问大家 让你每天赔钱 你会去捐款吗 你自己的打股都没搞 那我看你钱钱 钱钱都没搞 那我看你打股 我的台湾那说得这么好 这是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 我们所捐款的单位 那是这个礼拜 今天礼拜 昨天包括伊甸中华运用 还有苹果基金会 那么这一家的话 则是新路基金会 新路基金会 也是做长障人士的 一个所谓福导 乃至于KYK救助协会 甚至于这一张的话 则是劝募专案 财团法人 综艺社会福利事业基金会 而不管包括儿童福利联盟 家庭基金会 综艺社会福利基金会 他们所比较擅长的 就是来自于小朋友的 一个所谓照顾 所以说 我真的很谢谢 台湾有你们真好 台湾有你们 真的变得到处都是亮点 所以说 我还是老话一句 你也可以成为我们一份子 重点就在于你的行动力 差一天真的差很多 第一件事情 你有没有先验证 我不是等到收完牌跟你讲 这个低点是我买的 这个高点是我空的 我没有这么low 如果说你得到了一个 所谓事前的验证 我只能跟你奉劝验证 差一天真的差很多 全方位360 除了给你鱼吃之外 教你钓鱼 更重要的一起来行善布施 帮助台湾需要被帮助的美艺百姓 记得感谢王贤 播通电话家座 玩小群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微忙回来 3992 3988 都会考 这也会考 科企门船这么多 今晚都用 谁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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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下载 我们先休息一下 谢谢王贤 哨会考 目标发现 你往直前 找到 伟佳 用八大健康保护 给她满满的爱和照顾 谢谢 伟佳 想更了解她 就上伟佳猫百科 都会考 对 科企门船这么多 现在都用 谁都用 谁都用 现在下载 好 來 歡迎回來 我們正在做體操的效果 沒有 等於說休息時間多 做點甩手工 所以明天 因為真的很忙 從要看香港 要看台灣 要看到美國去 轉變全世界 沒有啦 就等於說大家互相交流 因為你 因為還在 這個還在 都突然不見了 因為我的體重太大了 可是我現在也稍微瘦一點 我每天在跑步機 明天要 明天慢慢來 明天講給你們聽的怕什麼 明天 明天9117 都背得出來 我好厲害 9117 它是空方防守架 那就多頭的一個小角度 明天長是多樣時間 所以最好是用 怎樣 跳過去的 明天要收月線 好 那就跳快 他也被自己問到 他傻了 好 等於在講月線之前 我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很多時候老師 你們手機板裡面到底有什麼 我把它稍微放大一下 這是我們手機板裡面的九宮格 第一個包括一個所謂指數看盤 第二個包括盤中訊息 還有自選普報價 等於說沒檔股票 你都可以看到 它明天的多工防守價 你可以看到它的一個所謂主力心態 就像在上個禮拜 你只要按這個指數看盤 我在上個禮拜 我也可以看手機板 我說上個禮拜主力心態 它已經由空轉為一個所謂多 那就好像當你如果擁有主力心態 今天往上急拉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跟你講拉高結算 只有我跟你想壓低結算 因為主力心態 他很清楚的告訴我們 就是壓低結算 而且我們還會給你盤中 最即時的一個所謂訊息 你可以了解主力作手 當時的一個所謂方向 都透過一個所謂Gmail 所以說不會有延遲跟Delay的 一個所謂問題 基本上我剛跟大家報告過 我說明天空方網價 都在9217點 那麼明天的時間先多後空 好 那聽清楚 剛剛志玉問的問題 問的非常非常好 你那邊聽出訣竅 好 志玉我先問一件事情 你知道嗎 台北股市從520以來 其實我也沒問題問他 不好意思 你可以繼續做好 從520一直到現階段 大盤每一個月都是紅燈 可是包括9月 還有這一個月出現一件怪事 志玉知道什麼事嗎 結果是大盤紅燈 OTC綠燈 你腦可靈在 我沒有套招喔 掉了掉 我真的沒有套招 我感動 I so touch 我有在聽好不好 I so I touch 我每天坐在這裡有在聽 真的 所以說就是為什麼 那時候9月跟11月 我沒跟你講卡拉萬太空 記不記得 9月2號做多 9月14號多 99重陽節空 就9月10號台北股市獨家開拍 台北股市中錯200多點 沒錯吧 那同樣11月份 阿普為什麼川當選 因為美國說不上18181點 OTC它是一個綠燈 所以導致台北股市11月份走這麼樣艱辛 好 那首先恭喜大家 明天月關鍵價是在9088 那志玉應該不會跌破吧 除非遇到Gosut Gosut 鬼啊 不然怎麼可能跌破9088 那問題現在重點就在這裡 我在昨天承諾大家一件事情 就只有今天一天時間 明天你不要打電話進來 因為明天我們就不互相不認識 走在馬路上不要叫我的名字 我在昨天我很清楚跟大家報告 因為我有幫理財週刊寫文章 那既然寫了就讓大家全部都知道 所以說重點就在這一個所謂Target Price 他的一個所謂關鍵價到底是路來何處 而這份關鍵報告 我只能跟你強調超級無敵重要的 因為我昨天我已經跟志玉講過 就從三個月前我說川普會當選 你們根本不相信 那我現在跟你講說 義大利會出點事情 你們又不相信 所以說12月份先上後下 這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所謂轉折 我完完全全寫在12月份的一個所謂關鍵報告裡面 包括12月份你整體的一個所謂選股策略 到底該怎麼樣拿捏 無論如何就只有前100個名額 就只有今天 你想要知道關鍵報告的 記得趕快利用黃銜 撥通電話機來做索取 那當然任何操作理念 全方位390 好 謝謝文哥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影片見